雞舍的外圍 圍欄有三米高 這是雞舍裡面 後來家中的夜間拍攝監視器 這一兩個禮拜 積壓 使了大概二十幾隻吧 在雞舍發現了舌腿 水盆也發現了雨傘結 攝影機拍到了老鼠 會是老鼠把雞咬死嗎 還是老鼠把雞嚇死 監視器警報 通知拍到異物的時候 我就看著 我先不打開燈 因為打開燈他們就跑掉了 我就看著他們在幹嘛 基本上都是在吃飼料 喝水 右邊有亮光 那就是紅外線拍到他們的眼睛 右上角 而右上角 有兩個輪胎 目前的雞跟小鴨 他們晚上都睡在那邊 因為沒有開燈 所以雞鴨都在睡覺 也沒有被老鼠吵起來 而老鼠就在他們旁邊爬來爬去 看起來也沒有去攻擊他們 看起來也沒有去攻擊他們 我想說如果有攻擊雞或小鴨 我就可以遠端控制開燈 抓他一個現行犯 但是看老鼠 在裡面 跑來跑去 追逐 吃東西 吃飼料 吃菜葉 為什麼會拍那麼久 我就是想知道 這些老鼠 到底會幹嘛 目前看到的老鼠 大概有四五隻吧 有中型的 也有大型的 很肥啊 應該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鬼鼠 看這隻 肥不肥 如果是在甘蔗園抓到的 這個就叫做刷盒 不香嗎 不香嗎 以這個體型 足夠去攻擊 那些雞 小鴨 有鴨 右上角 還有眼睛的亮光 還有眼睛的亮光 雞跟鴨 都在那邊睡覺 但是沒有被吵起來 也沒有暴動 他們就在雞鴨的腳邊爬來爬去 轉來轉去 像上面也有眼睛的亮光 像上面也有眼睛的亮光 目前還是沒有肌 或鴨 有什麼異狀 外面的圍欄 大概有三四米高吧 雖然只是一般的黑網子 但是下面石頭壓住 門也有關緊 用樹枕拉緊 也沒有被破壞 被咬破被鑽動的痕跡 外面還有好多好多攝影機 快十隻吧 完全沒有拍到 有野狗靠近 所以確定不是野狗進來 機設裡面跟機設門口的攝影機 是剛安裝的 目前也沒有貓進來 依貓的能力是可以爬進來沒錯 但是沒有貓進來 除了有發現蛇退 有在水盆 發現雨傘結 目前就是發現了鬼屬 好多老鼠 跑來跑去 還在追來追去 莫名其妙 右邊上面架子 又來了一隻 感覺他們 只是進來討食 偷吃飼料跟青菜 是否有在水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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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的警報通知 我看了一兩個鐘頭吧 就是想知道 到底是不是他們幹的 我損失了二十多隻 還是小雞 中雞 還有一些小鴨 真的很可惜 是野狗 還是野貓 還是老鼠 還是毒蛇雷 還是毒蛇雷 這隻也很肥 這隻也很肥 中部西海岸這邊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黃鼠狼 這不是山上 會有石蟹猛嗎 超黑馬阿 不是都在西邊才會有嗎 這邊是離海邊不遠 但不是西邊 也不是山上 也不是山上 可能反覆就是四五隻吧 我 出沒在裡面吃吃料 我一直很注意 他們有沒有去攻擊右上角 小鴨群 還有雞群 休息的地方 至少 至少 今天晚上這 一兩個小時 是沒有被攻擊 沒有被騷擾 隔天早上 也沒有任何一隻死亡 或受傷 左邊牆上 有兩隻在爬 那到底 會是什麼 攻擊我的羈牙呢 不管是咬死或嚇死 二十多隻 真的很想搞清楚 那你怎麼做的